你慢點慢點 你慢點 中到了 中到了 我和Sammy合作 這次也挺好玩 手掣是哪裏 真的要讓你試一下 真的要試一下 好像不對路 真的要試 沒錯 很不對路 這裏是海邊 小齊 我這次看見他比較有趣 因為他正在為下一部電影 去增加肥 他把這個好像一個新的面貌 放在這個電影裡 又好像有一個新的感覺 再次看見他的時候 都有一種新鮮感 你是否算是女朋友 算了 我們電影裡是一個朋友的棍 小齊在這部電影的角色裡 我覺得是很貼地 我這個角色是一個麻醉科醫生 我覺得大家都覺得 我是沒甚麼用的 麻醉科醫生 麻醉師 自己覺得沒有受重視 這個麻醉科醫生 他是一個離婚的男人 他有自己的難題 其實都不太懂得 跟愛的人相處 曾經 因為認識了梁叔 大家平水相逢 他將很多心事和家裡的事都跟我說 當他遇到余樹 而知道梁叔離開的消息的時候 其實作為一個旁觀者 他選擇了陪伴 變成了我是一個橋梁 連接他們父女之間的感情 令到余樹在感情的世界 或者對他父親有更多的了解 其實都是透過年輕人 這個人去明白得到的 年紀大了 病 有時候看不出來 但是老 你也看得出來的 媽媽媽媽媽又是因為 越來越了解Semi 所以我喜歡了他 但是在面對這份感情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有一種 應該怎麼去進行 當我書寫 《花椒之味》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加了一個 對於痛苦的看法 我是透過任然齊這個角色 帶出這個表達 其實你知不知道 不是一種味覺 是痛覺 不明白 其實他還有一個延伸閱讀 為什麼我們人喜歡吃辣呢 就是彷彿用一種痛去掩飾另一種痛 去模糊化我們原本的感受 我們在生活裡 經常都會有一種想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或者透過另一些刺激 告訴自己 你其實不傷心 你其實不痛 但是 是不是真的不痛呢 你沒事吧 我想像有事 就是看路沒事 那才有事 沒事 有事 我們的電影就是探討 你藏了什麼 掩飾了什麼 我們這部戲 喜怒、愛怒都有 看完之後 心會有種暖暖 被醫治、被修復的感覺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